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 下一位告白者 喜来凤这牌子 我好像听说过 介绍一下自己 主持人好 各位嘉宾好 我叫王岳 来自北京 干嘛骑个自行车来 这辆单车呢 对我有很重要的意义 是我和我的前女友 那个被我抛弃的女孩 一起买的 我今天把她推上来 就是为了向她告白 希望我们能一起 骑着这辆单车 一起回到从前 那怎么会被你抛弃了呢 我是在一家酒吧工作 其中的有一位朋友呢 就想通过我 买一些酒 销售给那些老板 卖酒 但这事是违法的 但是他这块 也是有代理权嘛 我就是帮他搭一搭话什么的 毕竟我手上有资源了嘛 时间久了 后来这一半年多吧 从一个穷小子 到一个手上有 大概都赚了有100多万 换了车吗 换了辆车 换了什么车呀 说说听听 换了辆 30多万的三系 房马 挣100多万 你看看这钱来得多快 肯定得可命的灶啊 灶 钱来得真是越来越快了 很顺工作 身边呢 围绕我的女孩也越来越多 苍蝇就来了嘛 我还干过一件非常可人恨的事 我跟他好的时候 同时还跟两三个女孩 同时在好着 而且他 两三个女孩一程 然后我对灵月呢 也越来越的挑剔 就是看他这儿不好 那儿不好 时不时的还说他两句 就现在想起来 我真的挺混蛋的 挺不是人 今天什么悔改的 你是不是钱已经造光了 已经 不如说是造光了 是生意亏本 给 对 因为我没有钱了嘛 二八呢 也是那些九六婆 就疏远了我 而且成天 围到我 屁股后边赚的一些女孩嘛 也是因为钱 才跟我在一起 这肉都没有了 那个苍蝇蚊子 当然走了嘛 我觉得一个人那会儿 觉得真是挺孤单的 直到那天 我想起了这样的单车 才想起了我们那些往事 我真的越想越自己 越混蛋 越不是人